小张养了一只鹰短银剑层猫 六岁大 取名叫太子 小张说他把猫送到了小区对面的猛兽学陵杭州宠物医院 被诊断为下泌尿道综合征 后来病情发展不乐观 2月28号晚上8点 宠物医院下发了病危通知书 初步诊断肾损伤膀胱炎 需要紧急的输写来抢救它一下 医生说的是你拿一只十斤重以上的猫来就行了 就这么说的原话 然后我们就去诸记把这个第一只猫的孩子 就Shirley接过来了 医生就简单地给他做了一个血的一个配型 然后呢就证明太子的血跟Shirley的血是合适的就可以了 然后呢他们就紧急地给他书上血了 小张说Shirley是他男朋友的妹妹在养 当时医院出示了试剂图片 表示两只猫血型适配 之后小张的男友签了公血手术的麻醉协议 显示麻醉前只进行了血肠规检查 术后第二天医院说猫的情况还是不太好 得再次输血 不过当时Shirley已经被送回去了 最终他和男朋友决定接受猫救不回来的结果 可没想到沙利回到周济也出事了 他第二天的食欲就不振了 对然后进入状态就不好了 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说可能是因为猫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上书写 导致他应激了 然后昨天我就听到了消息 就说Shirley也死了 对就这样 就是那个宠物院给的说法就是因为应激导致了他心脏病发作 然后就直接相当于是猝死的感觉 心脏病这个说法 小张的男朋友说来自朱济的宠物医院没有诊断证明 小张和他男友表示 他们的猫之前一直比较健康 到六岁了才生了这场大病 至于沙利之前也是比较健康的 他们觉得治疗过程中院方有些地方做得不到位 那住院期间的护理 我们的护理肺是交着的对不对 没有得到一个吸睛的照料 对吧 就是在我们的群里面 就是每天都要我们主人主动去问医生 今天我们猫猫情况怎么样 还有就是他的营业时间 他写的是24小时就有误导性质吧 结果我们到医院他跟我们说医生9点下班了 护理人员9点下班了 他现在不在 什么时候不在 他在内卷去手术呢 又在做手术 昨天来的做手术 今天还做手术呢 负责人是哪的 负责人都不来的 我们没有 就是这种情况 负责人都没有 你稍等一下 他现在联系不上 他不现在那个发语 他也不接 之前这个女士他跟我说 我第一次冲卡了 都跟我说是经理 结果现在又好像没什么反应了 你好 我们是想来了解一下他 我不接受这个 这什么媒体 不接受你们的采访 如果你要跟我说话 你把这个关掉 不关 你关就别跟我说话 小张还认为 小猫杀利献血前的检查 院方做得过于仓促和简单 医生之前回复 情况紧急 用的是检疫配血实验 医生和主人一样 也不知道他有隐匿疾病 如果没有及时书写死亡了 你们又会说我们过度检查 耽误了治疗时间 不是吗 现场小张的男朋友 给主治医生 打了几个微信语音电话 还是无人接听 小张表示 猫的治疗费 总共花了5000多块钱 小猫是一家人照顾长大的 每个月的伙食费 就要3000元 现在希望医院赔礼道歉 两只猫一共赔偿3万元 记者再次尝试 和店里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 记者提出 联系一下公司负责人 核实一下诊疗过程中的情况 工作人员没有做出表示 小张的男朋友 拨通了盟售医院总部的客服热线 客服记录了小张男朋友 和记者的联系方式 表示会反映给相关负责人 后来小张的男朋友 反馈了最新进展 医院方也积极找我们 就是协商沟通了 那他对于我们这件事情 他们也表示 就是态度也蛮诚恳的 也表示歉意了 然后我们就跟他们 反正协商解决了 然后他们也对我们 那个进行赔偿 以及道歉 小张的男朋友说 和他们沟通的是 院方华东大区的一位负责人 他提供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记者几次拨打电话 都没有接通 发过去短信后 对方回复 再开车稍等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 记者再次拨打电话 还是没有接通 小张的男朋友表示 对方赔偿了三万元 态度也不错 双方已经和解 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 现在几次拨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Admiral周杰 2号 3号